加息壓力持續困擾樓市 窒外二手交投 令樓價疲遠 不少於3至7年前入市的業主 放售物業難逃涉讓命運 其中元朗朗城會有二房單位四年貶值逾115萬元 同區上豪亭城交價創該屋苑四年伸低 中元地產副區域營業經理黃勤學表示 元朗區本月至今僅有約40宗二手買賣 較上月同期跌18% 本週一、25日 該區錄得三宗二手成交 當中兩宗涉讓 其中朗城會三座低層寨室 實用面積545方尺 以房間價 開價745萬元 最終以710萬元沽出 造價低市價5%至6% 冊價13,028元 原業主於2019年7月以約825.77萬元一手買入 持貨四年 賬面洩115.77萬元 貶值14% 同區上豪亭亦有洩讓成交 為二座低層理室 實用面積353方尺 一房間價 以453萬元賣出 赤價12833元 原業主於2018年 一月以約502萬元買入上址 接近六年賬面洩49萬元 或9.8%離場 黃勤鶴補充 市中城交創該屋苑近四年造價新低 有部分持貨9年的業主也選手離場 中原地產庫分區營業經理周家傑雪 沙田九龍山天龍角一座高層入室 實用面積650方尺 以房間隔 原開價約820萬元 以價後以738萬元沽出 赤價11354元 翻查資料 今年3月同座同室低層單位 以800萬元逆手 反映上述成交高層評過低層 原業主早於2014年 以813.85萬元一手購入單位 持貨9年 賬面洩約75.85萬元 貶值9.3% 部分額外印花稅 限期剛於今年屆滿的單位 業主選擇小蝕當贏 套現為上 美聯物業區域經理吳偉文表示 粉嶺軒情間四座中層二室 實用面積384方尺 以房間隔 本來以蝕讓價505萬元放售 獲區內家庭客 在額價15萬元 以490萬元逆手 赤價12760元 原業主2020年 5月以542萬元入市 賬面洩讓約52萬元 或9.6%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周毅其稱 促城荃灣海濱花園 異座低層二室二防護的成交 實用面積419方尺 附大令裝修 原業主今年6月以560萬元放盤 有見市放持續疲弱 管月中減至498萬元 即獲賞車客垂清 買價 翻看後以價滅23萬元 以475萬元拍板成交 赤價11337元 原業主於2020年 1月以520萬元買入單位 時次沽貨3年多帳面洩45萬元 或8.7%